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中共对台的联合战备警循 常态化以来 海军主战舰艇的战备压力 是越来越大 难以消除 更大幅的压缩了 进场维修保养的时间跟空间 但这一点 日前遭到审计部的报告点名 海军没有办法按时交修 将导致舰艇妥善率难以维持 而新型的托船采购又延宕 同样也遭到批评 海军战训轻快兵力率先出动 开辟安全航道 因为大船出港需要时间 更需要推手 哪怕盾位和机龙机 或御山舰相差近十倍 托船家族马力 扮演主力军舰重要饮水人 尽管海军现阶段的造舰规划 偏重小型火力舰 不过既有的托船阵容 也是时候与时俱进 说成功机 它还有APU 可以辅助推进系统可以推出来 可是对于御山这种肝险比较高的 它会受风流的影响更大 所以它需要这种大型的托船 我们现在国军有没有 有1800匹马力 跟1200匹马力的 这些其实对应到磐石 或者是御山舰的时候 都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添购进度不如预期 审计部率先发难 112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 审计部直指国防部早在108年就核定购案 金额9.68亿 原定在113年之前 筹获7艘3200匹马力的新式港群托船 但在112年底以前 海军的预算执行率只有16.15% 导致计划必须展延 连带时的总经费必须增加到20亿 但是预算的柄就是这么大 那之前多给了塔江这种船一点 那当然也就是这种大型的托船 它就会少一点 那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预算流用 跟预算配当的一个不同观点 那但是我们讲说 如果以建军备战来讲 那最少一次不能够全部筹获的话 最起码也应该部分的先完成 是否能够全部归因于预算互相排挤 意见还在拉扯 但是前线囚兵若渴 是不争事实 中共海军联手海警 早已将联合战备警循 化为对台威吓的例行公式 我国海军出兵对应监控 舰艇单位的训练和战备 分野逐渐模糊 连带影响了保修进度 其实海军用兵是学习老美 三分之一扶勤 三分之一训练 三分之一维修 但是他执行一些任务 或者是舰队手上的兵力 不太够用的时候 他会延后一点时间 向常理报道 没准时进程维修 也成了检讨标的 审计部认为前年海军办理年度计划 交修114艘次 却只达成了42.98% 而在2023年7月底前 26艘一级舰 有14艘未依规定周期修护 将导致后续 非计划性维修几率大增 影响战力 以前那时候有海沙超演 这是个海军的大型的 年度的大规模的演习 那当然就是要 等这个任务执行完了 才能够去维修 但有时候这个任务执行完 下一个任务又来了 最近这两年 海军的舰艇就是 面临这个困境 海军现役人员私下透露 窘况有口难言 专家再次试镜 国军的处境 高几率是中共计划性作为 到台湾海峡来做文区 中共基本上他是做过评估 他觉得他这样的海力 他可以信念到他的 在不同的海峡 在不同的海力 怎么进行武器操作 或者怎么进行动战术 怎么去面对 那第二个 他也了解到 他这样来 我们就必须要去应对他 那我们如果要 必须要去应对他 那就面对我们 就是没有办法 何况今年之内 进破台湾本岛24海里的 不止解放军 海警 科研船 还有民间船只 我国的海军 征询兵力都不能无视 维持国家安定运作 执行和机查两端 本就不同的做法和观点 因为威胁情势 更加被图现 再来看的是 国发会公布了 六月景气灯号转为红灯 这也是睽违两年半来 首次出现的红灯灯号 主要原因就是靠着 制造业出口改善了灯号 像是石化矿产品 还有机械等等的 出口订单转正变好 以及各界看好 AI消费应用的拉台 但是专家也分析了 目前是红灯的最下限 如果下半年 美国的经济走向疲弱 终端消费市场就会减低 那么台湾的出口动能 也就会因此削弱 成为了经济成长的一大营油 在刚出炉的面包上挤上奶油 白米口味或是撒上巧克力脆片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成为店里的热卖品项之一 从俄乌战争开打 全球通膨压力不断上升 到现在终于有稍稍回稳 但原物料成本依然很高 对店家来说都是压力 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降低 内需消费市场也有回温 对连锁烘焙业者 餐饮业者来说 终于看到消费者购买力道开始出现 第二季普遍是比第一季好很多 在第一季过完年时候是还蛮辛苦的 那在第二季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假日的时候 所谓的周六周日 有明显感受到人潮的出来 可是相对在平日会比较辛苦 每个人每天脱离不了的 就是饮食的消费 所以对于连锁业者来说 第二季相比第一季的消费是提升许多 这也是六月景气灯号 睽違两年半来再度亮出了红灯 但这代表台湾的景气真的回稳吗 国发会公布六月景气灯号 综合判断分数是38分 比五月增加两分 突破代表趋热的黄红灯区间 转为热绿红灯 上一次亮出红灯已经是2021年12月 这次再度亮起红灯 主要得靠制造业出口改善 包含石化矿产品机械等等 出口订单转正 以及各界看好AI消费应用的拉抬 机器灯号虽然已经到了红灯 但是它还是在红灯最下限 它会是红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口有好转 但是出口其实在下半年还是有些疑虑 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 这次的红灯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未来特别是下半年 它应该要再持续 其实困难度还是蛮高的 以6月景气灯号的9项构成指标中 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 有绿灯转为黄红灯 分数增加1分 海关出口值有绿灯转为红灯 分数增加2分 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 则由黄红灯掉到绿灯 分数减少1分 其余的6项灯号维持不变 尽管整体景气灯号分数提高 但专家分析 下半年一旦美国经济走向疲弱 终端消费市场就会减低 台湾出口动能就会凶弱 下半年我的判断 AI相关产品或者是科技产品的出口 会有比较大的疑虑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现在在 我们的股市的表现上 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对AI的热潮 到底能持续多久 现在已经大家有点疑虑 先准会在9月降息 他搞不好会一次降量 而不是不见得是只有1码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会扩大 他降息的规模 这些原因就是会促使 美国的经济可能就是在下半年 会有比较不好的表现 近期台股动荡 下半年AI股是否能继续带头冲 仍得再观察 还有美国经济变化 也将牵动台湾的出口表现 国际上的波动 包含尾巴冲突 以及美国大选 连准会降息 都是潜在风险 从第三季 第四季开始的话 大概这种 复苏的态势 就会慢慢减弱 那最主要原因 还是回归到 激起的因素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环境 就主要市场 它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劲 因为有通膨的原因 然后因为央行 还是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在营营通膨 AI需求大概就是会延续 可是短期间 我们又看到一些 可能供需的这种失衡 尽管亚洲开发银行 小幅上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 从4月预估的3% 上修到3.5% 台湾的经济动能 仍旧存在不少挑战 TVB新闻中的王 刘宜君台北采访不到 存房税2.0上路 非自己用多屋族的房屋税加重 但是也有不少住宅 是可以免房屋税的 台北市住家房屋限制门槛 10.9万元以下的住家 是免征房屋税 但如果是非住家的 营业用店面商场办 即使房屋限制低于 客税门槛仍然要缴税 那么台北市的免税案件 就增加了许多 这代表的是老屋越来越多 来到公寓顶楼 施工人员拿着电钻装修 水电管线重拉 屋主想要打造 具个人特色的风格 它是一个四五十年的房子 屋主就是把它重新的 做翻修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住家的 设定的格局 有客厅 餐厅 厨房和厕所 这样子 旧屋翻新最主要还是 在基础工程上嘛 就是水电管路这些部分 老屋翻新有市场 因为不一定每个屋主 都想要都更 旧屋翻新的客人也是不少 而且持续在成长 那我们都会跟业主问 为什么你房子会需要 你有考虑都更吗 那我们得到的是 他们也有找建商或找都更 但是可能得到的条件 并不如预期 没有办法像早期 例如是一瓶换一瓶的 那这种情况下 一些屋主他可能就决定就是说 那不如他把他的房子 就旧屋翻新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来住 还有另外一件 有房一族会特别注意的事情 就是七月囤房税2.0上路 明年收到税单 非自用多屋族的房屋税要加重 台北市呢 其实大概也是有18万的房屋 就大约是两成左右的房屋 是属于免税的 也就是说呢 他第一符合 他的平定限值 是15.9万以下 那再来呢 他是属于住宅使用 那换句话说呢 那这些老屋老宅 目前其实不太堪使用 那其实真的 应该要列为都更或为老 来处理 整体的一个老屋的成长 是大于新屋的成长的 我们看到目前呢 台北市30年以上的老屋 我就占了7成以上 那每年的这个平均屋龄 也是不断的上升 根据北市税捐基增处公布 去年基增的房屋税最新数据 住家用房屋 共95万8987万件 其中印税77万7653件 免税案件达18万1334件 占全部住宅件数的两成 和前一年相比增加5920件 在我这一边的是都更建案 另外一边则是 屋龄超过40年的老屋 台北市有不少的都更新屋推案 等供给相对缓慢 不及屋龄老化的房屋数量 屋龄超过30年 为老标准的房屋有65.3万户 而且持续增加 低于课税门槛的房屋会越来越多 这几年其实看到非常多的居住安全的事件 包括老屋的坍塌 或者是老公寓年纪有失修 其实也造成非常多实际上的一个生活成本 也有非常多的老人居住在老屋 那它的一个屋矿是堪率的 也会造成居住上的安全 所以事实上这些老屋 到进入到一定年限 或者是它的屋矿 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 其实在居住上面会带来一定的危险 老房子多 没关系其次 但也涉及到居住安全 因为921地震前新建的房子 耐震能力不足 今年的403地震 也唤起民众对老屋议题的重视 台北市政府在这个地震之后 也推出了一个房灾 容积奖励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 你是属于这个当时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地震率的这些建筑物 都给你额外30%的一些 额外的容积奖励 那在这个奖励措施 之后呢 确实只要现在台北市的房价 在110万以上的话 确实都有一瓶换一瓶的机会 那在这样一个鼓励之下 前台北现在大概50年以上的房子 可以说几乎每一栋都在谈 都跟改建 刚刚有提到老房子的税比较低 甚至可以免税 但都跟之后 房子变成新的 屋主要缴的税就提高 政府为了鼓励这个都跟改建 他也规定 只要你是经过围绕或者都跟改建的房子 他给你这个房屋税跟地价税的减半的措施 在改建后不做转移的话 这个优惠措施减半措施可以延到10年 就总共了12年 这个也确实对民众 对这个税户上 让它有一点诱因 政府祭出课税优惠 鼓励都跟或改建 让拆房子的速度 可追上乌林老化的速度 TVN新闻 陈欧翔张家宝 王会台北采访报导 为了节省餐费 或者个人的饮食考量 很多民众是选择自己带便当来解决午餐 不过自己带便当其实也要小心了 就是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以及选择食材 也很容易导致食物的变质 尤其是夏天 上次一样是就提醒 千万不要吃完晚餐 再把食物打包带成便当 因为食材已经沾到口水了 很可能会造成食物的变质 另外蔬菜的选择 也要避免使用生菜 因为水分也容易自生喜剧 这是我今天的午餐 我准备鸡肉花椰菜跟毛豆 打开自己前一天制作的便当 白饭上铺满鸡肉 还有绿色蔬菜 我带便当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想要带便当 其实一开始最初是很想要省钱 就觉得自己料理的话 我自己买这些蔬菜 然后可以让自己吃得很健康 在食材上其实没有到省非常多 但就是另一个好处 会是我发现在工作上 会变得很有余裕 就可能在中午的时间 其实不用出去想吃什么餐厅 然后要找什么 然后或者是我必须要 等在这边排队 所以我可能可以加减就省到一些时间 可以又马上回到工作岗为办公 除了健康又节省时间 让Jocelyn带便当 就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不过自己准备便当 都必须要撑到隔天中午复热 食材上的选择也有些心得 确实放入容易出水的蔬菜 就是一项NG行为 特别是生菜类 如果没有彻底排除水分 很容易滋生细菌 影响到其他餐点 另外食物没有确实加热 或是放入半生不熟的料理 也要小心 因为你便当做完 一定是隔天要吃 那你隔天要吃的便当的话 鸡肉类你可以选择鸡腿的部分 因为鸡腿它的 就是鸡肉的纤维的关系 所以它放到隔天吃起来还是很嫩 对 那如果说 你就是选择鸡胸的话 因为鸡胸它煮完之后 它的水分都会慢慢流失掉 到了隔天可能会稍微干柴一点 而以这家健康餐盒来说 当天中午的蔬菜有高丽菜 花椰菜还有芥兰 卤豆腐担心有汤汁 则特别用盒子装起来 避免影响到其他食材 因为食材会腐败的话 大概最重要就是三个元素 空气 水分跟温度 容器的话其实可以选择 像现在市面上有卖很多的环保材质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 就是不会分辨环保材质的话 也可以选择就是用玻璃的容器 玻璃材质不论是微波或是电锅 蒸香加热都没问题 但营养师也提醒 前一天装便当的时间点也要注意 晚餐煮好了 想要带隔天的便当 建议大家在吃之前 就要先把便当给装好 那就是直接送入冰箱保存的话 就可以减少细菌滋长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是吃完的晚餐 剩下的菜 然后再拿去装便当的话 就很可能会沾付我们或家人的一个口水 那就会提高细菌滋长的一个机会 而在装便当时 也要避免在食物还热的时候 就立刻装进便当盒盖上 因为便当内产生的热气 可能会造成食物变质 等菜色冷下来之后 再装进便当盒比较安全 那细菌喜欢滋长的温度 是7到60度C之间 那其实温度越温暖 就像我们夏天的温度的话 是它更喜欢繁殖的 所以尽可能就是你从冰箱拿出来 来到你到公司的路途当中的话 尽量缩短这个时间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保冷带 然后让它的温度是比较呈现低温的状态下 那细菌也比较不容易滋长 那到冰箱的时候就赶快冰起来 然后记得一定要复热完全 因为有时候在微波加热的时候 它可能会就是温度受热不均匀 你可能在这一面微波之后 几分钟你可能要再换一个面 再微波几分钟 或者是翻动了之后再微波 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的就是复热完全 自带便当看似简单 却藏着许多的细节 毕竟一般人没有学习过专业的卫生安全 一不小心健康的便当 可能就是让你跑厕所进医院的远凶 TVV新闻正顺为何将的谢丹茨特报导 健康的话题来关注肺腺癌 它是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种 占所有肺癌大概60% 这种癌症主要发生在肺的外围 吸烟跟非吸烟者当中都可以看到 因此肺腺癌是一种常见 而且致命的肺癌类型 林小姐两年前照胸部S光出现异常 发现右胸有3到4公分肿块 进一步到医学中心检查后 发现罹患肺腺癌第四期 积极接受医师安排 后续治疗 我当时因为工作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心理因素也会造成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不要有压力 然后免疫系统才会好 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然后可以多出去走一走 然后让自己心情愉快这样子 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之后又发现 有这个热膜转移 以及是第四期的状况 所以之后做精检测 不要把药物治疗 持续控制 目前只用标白药物 已经超过两年半的时间 治疗效果良好 肿瘤都没有再生长 现在的微创手术进步 包括达文西手术 包括胸腔镜手术的进步 手术基本上只要住院三天到四天 通常最多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回到日常的生活 因此手术对早期肺癌治疗 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安全容易的事情 肺癌以往发现是因为疾病的进展 肿瘤到了一定的大小 产生的局部压迫或侵犯的症状 例如咳血 呼吸疼痛 会喘 这样子情况下 病人不舒服才到医院检查 进而被发现 但是往往这类的病人 疾病已经到了比较中期或后期 因此治疗效果不好 病人的愈后也比较差 近年来政府针对比较高风险 得到肺癌的病人 例如说有抽烟史 或者是有肺癌的家族史 或是有一些辐射暴露 污染污暴露 或是肺部长期处于发炎状态 这类的病人就呼吁做 低级量的胸部电脑断层 针对局部病人也有做免费的 这个筛检的补助 那这类的病人 他就可以在比较还没有产生症状 也就是说肿瘤还比较小科的时候 就早期发现 存活多久 跟存活过程中的生活品质 其实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是被诊断时候的起诉 只要越早期诊断 其实患者的存活跟生活品质 都能够最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一直推早期的肺癌筛检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通过低级量电脑断层 其实可以非常非常早期的 诊断出肺癌 当然原因非常的多 有可能是第一个 我们的室外的空气污染 也会有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还有的就是室内的一些食棉 或者甲醛的这样子的一些污染 当然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有所谓的家族史 家里的人如果有肺腺癌 那自己的一些兄弟姐妹 子女有血缘关系的人 得到肺癌的机会 相对上也会比较大 主要的危险因子的话 包括这个吸烟 或是二手烟 三手烟 这些都要避免 其他因素的话 还包括这个环境的污染 比如说空气污染 或是汽车排放的废弃 然后还有环境中 可能要小心 要避免接触的辐射线 然后还有小心职业铺露 一些致癌因子要避免铺露 另外的话如果有慢性肺部疾病的问题 或是家族遗传的问题 都是一些肺癌发生的危险因子 医师提醒女性45岁到75岁 男性50岁到74岁之间 如果家中父母子女 或兄弟姐妹有肺癌 务必要提高警觉 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手术治疗 提高存活率 TVBS新闻 廖广斌成如环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